《成功之路》进步篇 属于进阶式对外汉语系列教材 《成功之路》初级汉语部分的综合课本 共三册 本配套录音录由进步篇第二册 第十三课到第二十四课的声词、课文 以及听力练习题 北京语言大学电子音像出版社 录制、出版、发行 第十三课 驴的自救 生词 驴 旧 井 主人 团团转 如何 邻居 秒 来 去 放弃 放弃 算了 填 铁锹 土 泥土 意识 意识到 凄惨 惊 敬 厉 链 添 眼前 请颈 大吃一惊 铲 铲 落 备 晃动 抖 提子 踩 不停 重复 声 众人 快步 目瞪口呆 其实 如此 失败 荡成 身上 只要 转机 课文 从前 有一头驴 不小心掉到了一口 已经没有水的井里 它的主人在井口 急得团团转 不知道如何才能把他救出来 主人请来了几位邻居帮他出主意 但是他们也想不出好办法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那头驴 那头驴在井里痛苦地叫着 怎么办呢 主人想来想去 最后 他还是决定放弃 他想 这头驴年纪大了 算了吧 不值得去救它了 不过 为了不让驴再痛苦 他决定 把这口井填起来 大家拿起铁锹 开始往井里填土 那头驴很快就意识到 发生了什么事 刚开始 它叫得很凄惨 但让人惊讶的是 没过几分钟 它就安静了下来 人们好奇地往井底一看 眼前的情景 让它们大吃一惊 当铲进井里的泥土 落在驴的背上时 它都会晃动身体 把泥土抖落到旁边 然后用蹄子 在土上踩一踩 再站到上面去 就这样 那头驴不停地 重复着这些动作 没过多久 它竟然把自己 升到了井口 然后 在众人面前 快步地跑开了 看到这一情景 大家全都目瞪口呆 其实 在我们的生活中 也是如此 我们可以把遇到的 每一个困难 每一次失败 都当成是 夹在我们身上的泥土 只要我们不停地 把它们抖落 然后站上去 就会有新的转机 听下面的对话 完成相应的练习 昨天我看了一条新闻 让我很惊讶 什么新闻 说说看 一些人骑着自行车 从中国的北京 到意大利的威尼斯 前一段时间 安全回到了北京 是吗 他们骑了多长时间 差不多六个月 骑了多少公里 一万三千公里 我还有更多的新闻呢 你还有什么新闻 参加这次活动的 还有一位女士 是吗 她很年轻吧 不太年轻 四十多岁了 她告诉记者 为了参加这次活动 她一年前就开始准备了 她真了不起 那路上一定遇到了很多困难吧 当然 她说 一路上遇到了很多可怕危险的情况 但是 她相信自己 努力想办法自救 最后 她成功了 是啊 只要能做自己喜欢的事 就不会怕任何困难 第十四课 桃形枝的四块糖 声词 糖 现代 作为 校长 泥 快 块 杂 制止 并 放学 办公室 顽皮 癌 训 奖励 经宜 立即 助手 说明 尊重 尊重 争 呆 塞 塞 调查 男生 遵守 游戏 规则 欺负 女生 女生 正直 善良 批评 不良 行为 勇气 游戏 眼泪 后悔 下 坏人 正确 错 谈话 课文 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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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是中国 现代 著名的 教育家 有一次 作为 小学校长的 陶 行 之 在校园里 看到一个 叫网友的学生 用泥块 砸自己班上的同学 就马上 制止了他 并让他 放学后 到校长 办公室去 看来 陶行之 要好好教育 这个顽皮的学生了 那么 他是怎么 教育 网友的呢 放学后 陶行之 来到办公室 网友 已经等在门口 准备 癌训了 可一见面 陶行之 却掏出一块糖 送给网友 并说 这是奖励你的 因为你按时 来到这里 我却迟到了 网友 惊疑地 接过糖 接着 陶行之 把网友 领进了办公室 然后 他又掏出一块糖 放到他手里 说 这第二块糖 也是奖励你的 因为 当我不让你再打人时 你就立即住手了 这说明 你很尊重我 我应该奖励你 网友 更惊疑了 他眼睛睁得大大的 呆呆地 看着校长 陶行之 又掏出第三块糖 塞到网友手里 说 我调查过了 你用泥块 砸那些男生 是因为 他们不遵守 游戏规则 欺负女生 你砸他们 说明你正直 善良 而且有批评 不良行为的勇气 应该奖励你呀 网友感动极了 他流着眼泪 后悔地说 陶 陶校长 你打我两下吧 我砸的不是坏人 而是自己的同学呀 陶行之满意地笑了 他又掏出第四块糖 递给网友 说 你正确地认识了错误 我再奖励你一块糖 不过 我只有这一块糖了 我的糖没有了 我看 我们的谈话 也该结束了吧 说完 他们一起走出了办公室 听下面的故事 完成相应的练习 一个聪明人 和一个傻子 一起去山里淘金 回来的时候 他们都带上了自己 淘当的金子和不多的水 他们都知道水的宝贵 每次只喝一小口 聪明人看傻子 渴得难受 就说 只要你给我一块金子 我愿意给你喝一口水 傻子说 好吧 过了一会儿 傻子说 能让我再喝一口吗 聪明人说 可以 不过这次 得给我两块金子 傻子说 好吧 就这样 聪明人只是 少喝了一些水 却换来了 傻子的全部金子 他真是个傻子 聪明人心里想 聪明人背着 越来越重的金子 但是心里 却十分高兴 傻子没有了金子 一身轻松 也很快乐 很快就要走出山口了 聪明人 渴得受不了了 昏倒在地 傻子给了他一小口水 他才醒过来 聪明人对傻子说 我愿意用一块金子 换你一口水喝 傻子摇了摇自己的水壶 又摇了摇头 聪明人又说 两块金子 换一口水 行了吧 傻子又摇了摇头 聪明人急了 说 我用全部的金子 换你一口水 还不行吗 傻子还是摇了摇头 指着前面说 你看 聪明人抬头看去 不远处就是一条河 聪明人爬了几米 就爬不动了 对傻子说 现在 我只要一口救命的水 傻子把水壶 递给聪明人 咬着头说 已经没有水了 第十五课 老人和乞丐 生词 乞丐 退休 农村 脾气 大方 坏处 趋势 义儿 书 阵 気 pegar 喜 王 傻 老子 老子 子女 衣着 体面 中年人 村长 转交 费劲 费劲 拆 简单 当年 资助 捐 修建 根 惊动 公安局 企业家 记者 采访 辩成 曾经 好吃懒做 错过 羞愧 决心 自食其力 建筑 卖 成功 课文 有一位老人退休后 从城市回到了家乡农村 老人的脾气很好 对人热情 大方 但邻居 但邻居们很快就发现 老人的好脾气也有坏处 因为老人不仅对周围的人好 对乞丐也很好 只要有人来乞讨 他就会给他们一些钱和东西 于是 到村里来的乞丐 越来越多 而且 许多都是熟面孔 邻居们 有些不理解 对老人抱怨说 您不要再施舍那些人了 有的人乞讨是为了骗钱 难道您不知道吗 老人说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老人接济了很多乞丐 可是有一天 他却突然病倒了 他的子女们 把他接到城里去治病 病好后 再也不让他回农村了 几年以后 有一天 一位衣着体面的中年人 开车来到了村里 他找到村长 让他转交给老人一个纸袋 村长费了好大劲 才找到了住在城里的老人 把纸袋交到他的手上 老人拆开纸袋一看 里面有三十万块钱 还有一封信 上面写着简单的几句话 我是当年向您乞讨的一个乞丐 谢谢您当年的资助 这些钱是捐给村里修建学校的 信的最后没有写名字 只有一个根字 一个乞丐 哪儿会有这么多钱 这钱是怎么来的 这件事惊动了公安局 公安局调查以后才知道 送钱的人 是当地一位有名的企业家 记者去采访这位企业家 问他是如何在短短几年里 就从一个乞丐变成一个企业家的 企业家说 当年我曾经多次向老人乞讨 可是有一次老人严肃地对我说 我知道施舍给你 只会让你好吃懒做 但我怕错过了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老人的话让我十分羞愧 我决心再也不做乞丐了 我要自食其力 我开始在一个建筑队打工 从此我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听下面的短文 完成相应的练习 一个名叫刘丽的四川姑娘 大学入学考试 考了全校第一名 可以上清华大学 可是她家在农村 母亲身体不好 父亲收入很低 读完大学 差不多要三万元的学费 她家拿不出这么多钱 刘丽哭着说 我知道清华大学很美 可是我却高兴不起来 正在他们一家 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传来一个让他们惊讶的消息 她的学费有了 她可以去北京上大学了 事情是这样的 一家有名的大公司 计划每年资助一千名 家庭困难的学生 完成大学的学习 刘丽的考试成绩很好 所以得到了这个机会 第十六课 喇叭盗窃案 声词 喇叭盗窃 案 罪犯 乐器 盗 贼 碎 玻璃 砖 翘 研究 合作 短文 假设 评 朗读 后院 后院 下手 理想 溜 挖 动 发出 响声 大一 引起 后门 后门 手套 抽屉 其中 下 到底 平 专 明 赵 课文 星期六晚上 一家乐器店被盗了 盗贼是砸碎了商店玻璃窗后 钻进去的 他撬开三个庄前的箱子 把里面的钱 和橱窗里 一只价值很高的喇叭 放在一个特意准备好的盒子里偷走了 警察对现场进行了仔细的调查 怀疑这个盗窃案是对乐器店非常熟悉的人干的 乐器店里有三个年轻的店员 张三 李四和王武 警察怀疑他们三人中有一个是罪犯 三个人被带到了赵警官面前 赵警官对他们说 我请你们来 是想请你们和我合作 帮我查出罪犯来 现在 请你们写一篇短文 你们先假设自己是盗贼 然后想想自己会偷些什么东西 会用什么办法不让别人发现 半个小时后 赵警官让他们停笔 并让他们朗读自己的短文 张三先说 星期六早上 我对乐器店进行了仔细观察 发现从后院下手最理想 到了晚上 我打碎了玻璃窗 爬了进去 我先找钱 又从橱窗里拿了一个喇叭 然后溜出了商店 接着 李四说 我先用刀在橱窗上挖了个大洞 这样 别人就不会想到是我干的 我不会去撬那三个庄前的箱子 因为这样会发出响声 我会去拿喇叭 把它装进盒子里 藏在大衣下面 这样就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了 最后是王武 他说 晚上我撬开了商店的后门 戴着手套 偷了放在抽屉里的钱 又偷了橱窗里的喇叭 我要用偷来的钱买手机 赵警官听完 对其中一个人说 年轻人 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干这种事 那个年轻人被吓得目瞪口呆 罪犯 罪犯到底是谁 赵警官凭什么认为是他 听下面的故事 完成相应的练习 一天晚上 警长和他的助手路过一座桥时 听见了一个人呼救的声音 他们急忙跑了过去 他们看见一个头戴毛巾的男子 跳进河里逃跑了 地上躺着一个女子 身上插着一把刀 他说 屈日大院 松 话还没说完 女子就死了 警长和助手 马上来到屈日大院 发现这个大院里 有两个人的名字里 有松 一个是光头的矮个子松日 一个是木匠松柱 松日正在家里看电视 而松柱正在睡觉 地上装了水的木盆里 有很多衣服 助手认为 罪犯是松柱 警长却说是松日 他们谁说的对呢 为什么 警长说对了 因为罪犯是跳河逃跑的 从头到脚都应该是湿的 松柱的头发没有湿 说明他不是罪犯 而松日是光头 如果头上有水 只要用毛巾一擦 就干了 第十七课 一个婴儿的拥抱 声词 婴儿 拥抱 唯一 顾客 怀 蹦 跳 尖 黑 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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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 鞋床 鞭 顺 原来 冲 老头 肥大 裤子 脚趾 脚 脚 尽管 臭 宝宝 瞧 罪 礼 鞋 默 默 结账 抱 停车场 铺 温顺 脑袋 铐 紧 臂 睫毛 肋猪 喉咙 卡 好容易 好不容易 泪 莫名其妙 亲眼 表现 内心 专名 瑞瑞 课文 那天中午 我们是这家饭馆里 唯一带孩子 来吃饭的顾客 刚坐下 小瑞瑞 就在我的怀里 又蹦又跳 而且还高兴地 伸出手来尖叫着 嘿 嘿 她笑得 把梅牙的牙床 都露出来了 我和丈夫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 看过去 原来 她在冲着一个老头 向呢 那是一个穿着肥大裤子的老头 脚趾从鞋里露出来 衬衫很脏 尽管我们离她比较远 但我相信 她身上一定很臭 我们点的饭菜 我们点的饭菜 那个老头大喊 嗨 你们给小宝宝点蛋糕了吗 瞧 她多可爱呀 那老头显然是喝醉了 我和丈夫都没有理她 我们默默地吃着饭 这顿午饭终于吃完了 丈夫站起来去结账 我想抱着瑞瑞去停车场等她 可是 那老头这时却坐在饭馆的门口 天哪 让我赶快走出去吧 我心想 不料 当我走过她身边的时候 瑞瑞却努力地把她的小身体向外伸 从我的怀里向那个老头扑了过去 那个老头抱住了她 瑞瑞温顺地把她的小脑袋 靠在老头的肩膀上 老头的眼睛紧闭着 我看见她的睫毛上挂着泪珠 她抱着瑞瑞轻轻地摇着 转过身来对我说 你要好好照顾这个孩子 我的喉咙里像卡着一块石头 好不容易才说了一句 我会的 我接过瑞瑞 急忙向停车场跑去 丈夫看到我哭得满脸是泪 还把瑞瑞抱得那么紧实 她感到莫名其妙 只有我知道为什么 我刚刚亲眼看见了一个婴儿 表现出来的真爱 我的瑞瑞看见的是一个人的内心 可是我 她的妈妈 看到的却是一套衣服 这是我的小瑞瑞 给我上的最好的一课 听下面的故事 完成相应的练习 甲开着自己心爱的汽车 在公路上跟乙的货车撞上了 结果两个人都下车来看情况 乙说 情况不太严重 但是刚才的情景真是可怕 老兄 喝点酒平静一下吧 乙说着 从货车上拿了一瓶酒下来 打开递给甲喝 甲觉得乙挺好的 就喝了好几口 甲喝完后 把酒瓶交给乙 乙把酒瓶放回了车上 甲奇怪地问乙 你自己为什么不喝一点呢 乙说 我等警察来过了以后再喝 啊 第十八课 信任的力量 声词 信任 信任 力量 贸易 销售 自信 肯 埋头 苦 取得 反而 项目 能力 实在 忍受 总 经理 辞职 安心 足够 直到 宽容 总结 分析 客户 需求 首先 为 着想 一切 重新 成为 骨干 业绩 业绩 连续 排 当初 一辈子 面试 既然 应聘 得到 认可 与其 不如 信心 成就 专 名 林维 课文 有一个叫林维的年轻人 好不容易在一家贸易公司找到了一份销售工作 开始的时候 他很自信 他觉得 只要自己肯干 就一定能把工作做好 可是 他埋头苦干了一段时间 不但没取得什么成绩 反而在几个大项目上都失败了 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 觉得自己干什么都不如别人 什么都干不好 他实在忍受不了这种痛苦 只好去向总经理辞职 可总经理 却拍着他的肩膀 对他说 小伙子 你安心工作吧 我给你足够的时间 直到你成功 到那时 你想去哪儿都可以 我不留你 总经理的宽容 让林维很感动 他决心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于是 他认真总结了自己失败的原因 仔细分析了客户的需求 他认识到 销售工作 首先要为客户着想 一切要为客户服务 接着他重新做了一个工作计划 努力地工作起来 一年以后 林维成了公司的骨干 他的业绩连续七个月在公司排第一 他这时才发现 原来这份工作是那么地适合自己 他又一次走进了总经理的办公室 因为他很想知道 当初总经理为什么要留下他 总经理的回答很简单 可是 却让他一辈子都忘不了 总经理是这么说的 当初我面试了二十多个人 最后只留下你一个 既然你能在应聘时得到我的认可 我相信 你也一定有能力 在工作中得到客户的认可 你缺少的只是机会和时间 与其说我对你有信心 不如说我对自己更有信心 我相信我没有看错人 林维懂了 给别人宽容 给自己信心 一定会有成就的 听下面的故事 完成相应的练习 有一个徒弟 对什么都不满意 他的师父觉得他这样不好 决定教育教育他 于是 有一天早上 派他去买一些盐回来 徒弟把盐买回来后 师父让他把盐 倒进水杯里喝下去 然后问他 味道怎么样 徒弟喝了一口 就吐了出来 说 又咸又苦 师父笑着 让徒弟带着同样多的盐 和自己一起去湖边 徒弟觉得莫名其妙 但还是跟着师父去了 来到湖边后 师父让徒弟把盐 撒进湖水里 然后对徒弟说 现在你喝点湖水 徒弟喝了一口湖水 师父问 有什么味道 徒弟说 很清凉 师父又问 尝到咸味和苦味了吗 徒弟说 没有 然后 师父坐在徒弟的身边 握着他的手说 人生的痛苦 就像这些盐 既不会多 也不会少 如果你的内心 像一个杯子 你会觉得自己很痛苦 而当你的内心 像一片糊的时候 就感觉不到痛苦了 第十九课 不当差的天使走了 生词 当差 天使 前妻 分手 性格 不和 满足 安稳 日子 离婚 闹 和平 整整 充满 宝贝 女儿 安慰 游 游 解释 平静 尽量 照常 幼儿园 舟 呀 叹气 嗨 眼神 眼神 似乎 压 本来 盖 被 被子 脚 脚 轻声 继续 继续 专门 招 骄傲 对于 字眼 瘦 可怕 伤害 课文 我和前妻分手 主要是因为我们俩性格不合 她是一个永远都不满足的人 我却喜欢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离婚前 我们并没有像别的夫妻那样大吵大闹 我们决定和平分手 前妻离开前的那个晚上 我和她整整说了一夜的话 虽然她就要充满希望地去国外过另一种生活 但是要离开自己的宝贝女儿 她还是很舍不得 觉得很对不起女儿 我安慰她说 你走吧 这件事由我来向女儿解释 前妻走后的好几天里 女儿都很平静 我也尽量表现得跟平时一样 每天照常早上送女儿上幼儿园 晚上再把她接回来 可是 在前妻离开两周后的一个晚上 女儿躺在床上 突然问道 妈妈这次又去哪儿出差了 她什么时候回来呀 我母亲叹着气说 嗨 你妈妈早就 我立即用眼神制止了母亲 我觉得女儿似乎感到了什么 该告诉她了 于是 我压了压女儿本来已经盖得很好的背脚 轻声地对她说 爸爸以前给你讲过很多天使的故事 你知道 每当天使飞到一个地方时 如果发现那里有人需要帮助了 他就会留下来当差 如果一切都很好的话 不当差的天使就会放心地飞走 继续去找需要他帮助的人 世界上的爸爸妈妈就是天使 是专门飞来照顾孩子的 咱们家里 有爸爸一个人就能照顾好你 所以 妈妈才放心地走了 妈妈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 就像不当差的天使一样 女儿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就像平时听我讲别的故事一样 我为自己骄傲 对于离婚这个人们不愿说出口的字呀 我想我做出了最美最好的解释 而且女儿的心里也没有受到可怕的伤害 听下面的短文 完成相应的练习 婚姻专家对两千多人进行了调查 结果发现 职业女性更容易离婚 职业女性在外出工作中 认识了解其他男性的机会更多 当她们的婚姻出现问题时 她们容易想到离婚 找更合适的人结婚 调查还发现 职业女性有经济上的自由 她们有自己的收入 离婚不会带来生活问题 被调查的人中 大约有一千人是离婚女性 在这些离婚的女性中 有较多的女性 感觉离婚后生活更幸福 而且离婚时间越长 有这种感觉的人越多 第二十课 陪聊 生词 失业 靠 工人 工资 根本 业余 终点工 职业 所 家庭 单身 老太太 陌生 刀老 正 印象 深夜 电饭锅 清早 豪华 雇 保姆 分别 负责 负 工钱 小费 转眼 外人 大款 模样 高级 轿车 达 达儿 独生子 本 证券 证券 董事长 简直 亲生 宝贵 中头 职 事上 可怜 连 也 课文 母亲刚从老家来 特别想和我聊聊天 但我却没有时间陪她 因为老婆失业了 一家人的生活全靠我 我只是一个普通工人 每月的工资根本不够用 只好在业余时间里去当终点工 职业介绍所帮我找了一份家庭服务工作 陪一个单身老太太聊天 说实话 我不喜欢这份工作 听一个陌生的老太太叨了 能有什么意思 不过 为了挣钱 我还是去了 老人对我印象不错 第一天晚上去 她就让我陪她聊到了深夜 当我回到家里时 发现母亲还没有睡 她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等我回来 我想坐下来陪她聊几句 可她却不让 电饭锅里热着饭 快吃点睡觉吧 明天清早还要上班呢 从此以后 我每天晚上都去陪老人聊天 母亲也总是要等到我回来才睡 老太太是个有钱人 家里布置得很豪华 还雇着两个保姆 分别负责打扫房间和做饭 老太太人不错 每次付我工钱时 都会另外再给我一些小费 转眼三个月过去了 在老人的家里 除了保姆以外 我一直都没看见过外人 可是 突然有一天晚上 有一个大款模样的中年男士 坐着一辆高级轿车来了 他给了老人一袋钱 说了几句话 就急忙走了 老人说 那是他的独生子 是本市一家证券公司的董事长 我简直不敢相信 他真的是您的亲生儿子吗 他就在本市 又有车 怎么他 老人叹了口气 说道 他太忙了 时间对他来说非常宝贵 他的一个钟头只很多钱 原来我以为 我的母亲是世上最可怜的母亲 因为他的儿子没有钱 所以连和他聊天的时间也没有 想不到 还有另外一个母亲 他的儿子 因为有了太多的钱 也没时间坐下来陪他聊天 听下面的短文 完成相应的练习 冷华原来是一家玻璃厂的工人 因为那家工厂效益不好 他失业了 当时他只有33岁 家里有孩子 家里有孩子和老人 家庭生活压力很大 刚失业的时候 他对自己很失望 不知道应该干什么 后来他想 不能就这样放弃 自己还年轻 要想办法 于是他开始找工作 八年中 他曾经在饮料厂 服装厂 饭馆当过工人和服务员 两年前 冷华做起了家庭服务员 专门帮助别人 照顾小孩或者老人 两年来 冷华先后照顾过三位老人 这三位老人 要么身体不好 要么性格不好 开始的时候 因为对他们的生活习惯不熟悉 不了解他们的需要 冷华做得并不顺利 为这些 冷华哭过好几次 但是他想 人老了 心里都很寂寞 尤其是身体不好的老人 更是如此 所以不管老人们怎么对他 他对每一位老人都很耐心 也很细心 慢慢的 老人们都开始喜欢他了 他也觉得 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 第21课 网络新生活 声词 网络 深入 同时 方式 博士 情况 上网 浏览 当天 新闻 信息 信息 查找 有用 参考 资料 电子邮件 交流 沟通 逐渐 代替 书信 书信 网吧 教师 摄像头 看望 外地 通过 视频 视频 普及 同样 休闲 娱乐 购物 售 网站 物美价廉 鼠标 款 汇款 尝试 创业 相当 名气 总之 条件 专名 徐 课文 在中国 网络 已经深入 年轻人的生活 同时 也在改变着 他们的生活方式 博士毕业的小徐 清楚地记得 十几年前 自己刚上大学时的情况 那时 每天除了在教室上课 就是在图书馆里 读书看报 可是现在 我已经很少看报纸了 每天上网 浏览一下 就能了解到 当天的新闻 和重要的信息 另外 在网上 还可以查找到 很多有用的 参考资料 小徐说 在年轻人中 电子邮件 网络聊天等 新的交流 沟通方式 已经逐渐代替了 传统的书信 在网吧 到处可见 在网上聊天的 年轻人 前些日子 大学教师 小赵 特意去买了 一个摄像头 他说 我因为工作忙 不能常回家 看望 住在外地的父母 通过 网上视频聊天 让我有一种 回家的感觉 网络的普及 同样改变着 中国年轻人的 休闲生活 上网 已经是他们的一种 主要娱乐方式 他们在网上 看电影 听音乐 玩游戏 网上购物 也越来越受到 年轻人的欢迎 在银行工作的小马 平时喜欢浏览 一些购物网站 他说 网上购物 比传统的购物方式 方便得多 有时也会便宜得多 当你看到 物美价廉的东西时 只要点几下鼠标 通过网上付款 或者银行汇款以后 就有人把东西 送到你家里了 几年前 有一些年轻人 开始尝试 网络创业 一位大学生 在大学二年级时 就自己办了一个网站 现在在中国国内 已经相当有名气了 总之 网络在给人们 带来许多 方便条件的同时 也在逐渐地改变着 人们的生活方式 听下面的短文 完成相应的练习 网络聊天 给我们带来了 相当多的快乐 无聊的时候 打开电脑 登录QQ 或者MSN 跟几个认识的朋友 或者陌生人聊聊 那种快乐 那种快乐是实际生活中找不到的 现在上网聊天 成了很多人生活的一部分 网络聊天 是我的客鱼娱乐 每到周末 我就会上网聊天 我觉得 这种新的交朋友的方式 不但对我没有什么坏的影响 反而好处很多 因为有了网上聊天 我能联系到远方的同学 我们可以一直保持联系 虽然网上聊天 有不少坏处 但如果我们懂得 不应该做什么 网络就是一种 很好的沟通方式 我一般不跟陌生人聊天 QQ上的联系人 都是我的好朋友 网络对我来说 只是联系朋友的一种方式 对那些离不开网络聊天的人 我认为 可能是他们想在网络上 找到一些 跟生活中不同的东西 其实 这是对生活的不自信 同时 迷恋网络聊天 太浪费时间 因此 我认为 同样的事情 做的方法不同 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网络聊天 有很多好处 当然也有坏处 重要的是 你怎么利用它 第二十二课 老人养老去哪里 生词 养老 老年 老年 老年人 晚年 寄托 幸福 孝顺 抽 陪伴 随着 社会 要求 符合 实际 进入 跟 出现 大约 机构 考察 老伴 老伴 养老院 失望 经济 承受 价钱 数量 有限 统计 数据 亿 人口 以上 战 总数 快速 老龄 老龄 化 存在 投资 者 提供 市场 市场 形式 专名 亚洲 课文 几千年 来 中国人 到了老年 后 一直是靠 子女 养老的 老年人 把自己的 晚年生活 寄托在 子女身上 生活 幸福 不幸福 由儿女 孝顺 不孝顺 来决定 但是 现在 儿女们的 工作 生活压力 越来越大 抽不出 太多的时间 陪伴老人 老人 也不想 太麻烦 儿女 所以 随着社会的 发展 家庭养老 已经不能 满足一些 老人的要求 靠社会养老 更符合 实际需求 在很多老人 走出家庭 进入社会养老的 同时 一些问题 也跟着出现了 一位 退休多年的 老先生 用了大约 一个星期时间 对所在城市的 几所养老机构 进行了考察 想给自己和老伴 找一家养老院 不过 老先生 这次考察后 并没有找到 理想的养老院 这让他感到 有些失望 有的养老院 经济上能承受 但条件不太好 而条件 让老人满意的 经济上 又承受不起 有的价钱 条件都比较合适 但数量 却有限 老人的养老服务 已经成了 社会问题 看看下面的 统计数据吧 2007年 中国13亿人口中 60岁以上的 老年人口 大约有1.53亿 占中国人口总数的 11.6% 占世界老年人口 总数的 1.5% 占亚洲老年人口 的1.2% 中国已成为 全世界老年人口 最多的国家 另外 从2010年 到2040年 中国的老龄人口 会增加到 4.09亿 占总人口的 26.53% 中国社会的 快速老龄化 和养老存在的问题 为国内外投资者 提供了一个 新的投资机会 一些投资者 已经看到了 这个大市场 并开始在北京 上海等大城市 投资修建 各种形式的 养老院 第23课 低歌给我上的 MBA课 声词 低歌 司机 调 多数 收入 行业 内 数一 数二 高薪 神奇 善于 善于 营业 计价器 研究 拉 乘客 平均 起步 价 计划 成本 根据 计算 左右 转 拐弯 拐弯 高峰 此外 留心 举办 商与 商业 客员 客员 拥堵 上涨 外在 因此 因此 灯 街景 兜风 愉快 网 网网 批 回头课 包租 素质 头脑 文化 专名 张琴 课文 我刚调到上海工作的时候 认识了一位出租车司机 他叫张琴 有四十多岁 每次坐他的车 跟他聊天 我都觉得很有收获 好像上了MBA课一样 多数出租车司机 月收入不到三千元 张师傅却每个月 可以挣到八千元 是行业内 数一数二的高薪司机 大家都说他是神奇低歌 张师傅 善于对营业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 他曾经仔细研究过 计价器中的记录 他发现 每次拉到乘客 平均要用七分钟 乘客上车后 十元起步价 大约需要十分钟 也就是说 每做十元生意的 时间成本 是十七分钟 根据计算 二十元到五十元之间的 生意是最理想的 如果做二十元左右的生意 两小时能赚一百二十元 乘客上车以后 需要快速决定 在哪拐弯 怎样避开交通高峰 此外 他还特别留心 室内举办的 各种商业娱乐活动 主动找客源 张师傅更是一名快乐低歌 有些司机常会抱怨 交通拥堵 油价上涨 但张师傅认为 在改变不了 外在环境的时候 最好的办法就是改变自己 因此 他遇到红灯的时候 不着急 喝口水 看看街景 有时感觉就像在开车兜风 张师傅跟乘客关系很好 坐车的客人 多数都和他聊得很愉快 往往奇怪 怎么这么快就到了 张师傅也因此 有了一批回头客 他们常常包租他的车 这给他带来了相当不错的收入 可以说 张师傅是一名 有素质 有头脑 有文化的快乐低歌 听下面的短文 完成相应的练习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来中国的外国人越来越多 他们中的多数人不会说汉语 出租车公司是服务部门 出租车司机不会说外语 就会给客人带来很多不便 因此 现在有的出租车公司 要求司机必须会说简单的英语 招聘新司机 要看会不会说英语 所以不少司机抽时间学起了英语 老刘他们公司还好 没这么要求 老刘不会说英语 他对英语实在不感兴趣 平时他拉了外国客人 一般都是用身体语言交流 也没觉得太困难 有一天 有个外国人想去飞机场 因为他不会说汉语 老刘也不会说英语 外国人只好用双手 比划出飞机的样子 老刘很快就看懂了 连连说 明白了 明白了 然后就把他拉到了全聚德烤鸭店 虽然那个外国人没有投诉他 但老刘很后悔 没有早点开始学英语 第二天 老刘就开始学起英语来了 第二十四课 大学生的就业问题 生词 就业 近年 接受 高等 人数 率 乐观 百万 毕业生 毕业生 仍然 造成 不止 来自 发达 地区 永 渴望 高效 没准 总 闯 落后 亲朋好友 愿望 实现 把握 失恋 大四 大学四年级 发 简历 笔试 活泼 开朗 通知 个别 即使 适应 跳槽 算 解决 成立 指导 中心 咨询 转变 观念 课文 近年来 在中国 随着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的增加 毕业后需要就业的大学生越来越多 但就业率 却不太乐观 根据调查 尽管每年大约都有二三百万毕业生迈进社会 但仍然有一些毕业生没能在毕业时找到工作 造成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原因当然不止一个 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来自各地 尤其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大学生们都涌向北京上海等大城市 他们都渴望在这些地方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 在北京高校学习的一名四川大学生说 其实回老家 没准儿也能找到不错的工作 但爸妈总跟我说 要趁年轻闯一闯 他说 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小城市考到北京来 亲朋好友都希望他能留在这里 可是愿望能不能实现 他一点信心和把握都没有 找工作简直比失恋还痛苦 一位大四女生又没通过面试 马上就要毕业的他 到处发简历 准备各种鄙视、面试 但连续的失败让他没了信心 以前活泼开朗的他 现在也经常失眠了 接到面试通知的前一晚 总是紧张得睡不着觉 其实这并不是个别人的情况 即使是那些已经迈进社会的大学毕业生 也有不少人感到不太适应现有的工作 或者有跳槽的打算 只有一部分人感到工作还算快乐 为了帮助解决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各高校都成立了就业指导中心 为毕业生们提供就业信息和咨询 同时还通过各种活动 帮助助学生转变就业观念 有人说 听下面的短文 完成相应的练习 小李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 现在是一家广告公司的经理助理 因为工作业绩很好 工作刚半年 公司就让他做了经理助理 小李说 他的就业很顺利 当然是因为自己做了很多准备 早在来北京前的几个月 小李就研究了北京广告企业的招聘需求 了解了北京的饮食和气候 一般广告公司都在网上发招聘消息 小李就在网上发了简历 因为对广告公司招聘员工的习惯很熟悉 小李很快就收到了面试通知 面试前 他准备好了自己在大学时做的各种调查 上网查了这家公司的各种情况 面试时 他对各种问题很有把握 表现很好 最后终于找到了理想的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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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